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 带刘纳斯加回国一个月了 却连她婆婆的影也没见着 小老外讲话了 中国的妈妈哪去了 咋还不回家呢 妈妈啥时候回家呢 听妈妈说的啥 先别给妈定机票 五天以后的 或者是一个星期以后的 这周二又下雨了 又除了 正午回茶解草 太漂亮了 看看这是我今天上午彩的 周二下雨了 今天出去都九点半了 才回来 看看 你听明白了吗 妈妈说的啥 一个星期以后 对,她说的 妈妈说我明白了 你说我听不多 这妈得多掌心 为了采蘑菇 连儿媳妇都不要了 你要说 还是因为不要孩子 生我俩气 那我跟你说 你儿媳妇这回 可该做的都做了 吃中药 拔牙 还有长期的拘留许可证 都办明白的了 我俩这回是准备好 长期作战了 行了妈 咱们就开始互相伤害吧 我现在开始策划你妈 准备以智取胜 斗志斗勇 你干啥呢 彭哥 我妈现在在囤的呢 还是在默契街里呢 她说了吗 啥时候回来啊 结果得到可靠消息 他老人家不光是在内蒙采蘑菇呢 没事还打个麻将 喝个小酒 甚至没事还看个演唱会啥的 我的天哪 我这一看 你比那00后的业余生活还丰富 你再看看我俩这日子过的 就跟那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 天天除了到亲戚家蹭饭 就是吃快餐 你快回家吧 妈 我可求求你了 你儿媳妇做着黑暗料理 我真吃不了 哎妈 什么玩意这是 妈你快回了吧 这儿媳妇上哪找去吗 除了不跟你生孙的以外 还咋的呀 你再不回家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家伙儿呱呱干的嘛 洗衣服做饭 你说哪样不行吗 还不花钱 还死扣死扣的 你这不回了妈 网友就要说 你就要谴责你了 这好儿媳妇上哪找去吧 你就说吧 除了不生孙的之外 就这么一个毛病 这毛病现在也解决了吗 是不是 也妥协了 你赶紧回家吧 马上中休节了 拿死下 你说妈妈赶紧回家干活 咋的 妈妈说 你的孩子 他用 帮忙 他的媳妇 妈妈的儿子 要帮忙 他的媳妇 对 你的妈妈 我的妈妈 说你 我 你 用 我要帮忙 我要帮忙你 对 那你让你 让妈妈回来 她干 好的 我不要丈夫 我要你的妈妈 你去吧 你看个妈妈 为什么我用你啊 我 对 为什么 你帮忙我 我帮 看不看什么 这好儿媳妇 上哪找去 你还不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吧 赶紧的 赶紧回家 好的 你的妈妈回家你去吧 西医看不了了病 还得找中医啊 明老中医堂 你去咋回顶部血啊 咋俩来看中医的了啊 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有啥毛病 他说想一会儿 不服咱们的把脉 他说看能不能把出来 他说他知道自己哪块有毛病 血压 有点稳乱 就测试测试咱们中医的水平 有相似的女人 他也是一个 也有神秀干预 他没想带着 你去要紧张吧 中华民族优秀 传送很好 治不好 再来看能中医了 他本身就是医生 本身就是医生 你是西医 你干什么专业 干什么专业 干什么专业 特别 当你只是说什么 你去那时候 你去那时候 他主要是七小 周六号 七学 周六号 七学周六 七学 终于叫七学 有小开了吗 小开 不老不干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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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 我想这个男人来了 我记不起来 这医生学过俄语了 我学过俄语 看学我们学好 我太黑了 一句从前学过俄语 直接暴露了医生大爷的年龄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年代的人上学学的是俄语 而不是英语 中医大爷诊断出来的很多问题 小老外都很认可 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 所以小老外的情况就不跟大伙多说了 咱还是看看医生咋说的我吧 你再说一遍 刚才 我怎么 经常体育锻炼 你说不应该 不应该 你不是说我虚吗 哎 你去 你去 我已经不虚 他两个事 对 兄弟们 这回听明白了吗 就算你两口子经常体育锻炼 你该虚还是虚 像他做这赶女的 学校就更不好 女子医学为闲权 他注意他把企业的流动 你看 他那个美相带着 沙相 用到鱼脸 说 干鱼 他是干鱼 对 以干鱼为主 你是 这个 干鱼匹修 干鱼匹修 他起因亏修 起因亏修 或者说匹生亏修 我算是听明白了 兄弟们 医生讲话了 就一个字 徐 好 你去喝说 就说 同意我这种沙发 是不是 得到 就说要得到 呃 я не чувствую но я знаю я проверяла моя кровь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двигается я знаю поэтому у меня есть давление 行 行 开药了 行 开药了 行 好 但中药得常吃 因为不是一天两天 当然 你吃了这三个药 非常好 你能吃八个药 我自己 最长的时间 你吃八个药 哦 这回可行了啊 一二哥拉 整着一大兜子 吃 我这回回家 吃 呼叫还在内蒙古采蘑菇的纳斯加婆婆 赶紧回家 看看你儿媳妇都这样了 难道你不心疼吗 我们两口子回国都半个月了 还没吃剩一顿亲妈做的家常饭呢 天天就我们两个人在这过 这种感觉就好比那天气 感觉比俄罗斯还冷 你俩要再不回家 我俩就回俄罗斯了 都说因为我俩不要孩遭嫌弃 但大伙睁眼看看 我俩回来这半个月都忙活成啥样了 回家半个月 医院跑了酒趟 还不害怕纳斯加 中医 西医 咽血 茶尿 我俩是该整的都整了 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茶体了啊 得茶这么多项 这回就剩最后一项了 整牙 我一直不明白 这备个孕跟牙齿健不健康 还有啥关系 但因为纳斯加平常总说 在怀孕之前 我一定要把牙先看好 因为他本身就是医生 所以他提出的要求 那你必须得满足他 通过检查最后确定下来 要拔掉四颗智齿 以及三颗蛀牙要处理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医生一见到我俩就问 是不是准备要孩子呀 我心话了 他是咋看出来的 结果任医生说了 很多像你们这样新婚小夫妻 来看牙的 因为如果要娃 孕妇在怀孕期间 一旦牙齿有毛病 发炎是根本无法用药的 所以牙一旦有问题 疼起来 那种疼痛程度 或者不打麻药处理牙齿 那对孕妇来说 是相当危险的 长知识了 而且我也彻底服了 我家的小刘大夫了 看来这医生没白当 刚刚大哥来照相来了 要拔牙了 非常的紧张 不拔又不行 不拔牙不要孩啊 那医生说 就是你拔不拔牙 你拍了片呢 你得等三个月之后 才能要孩呢 可别催了 牙照个小照片 68元 他说在俄罗斯 至少得花200 咱们这真便宜 看看刘医生 自己看片呢 他说这颗牙太危险了 这个都长到 侧面那脸上了 他说这个得摩骨 走吧 一个小照片 才花了68元 大哥表示很开心 非常便宜 好 看着医生就是医生啊 透过灯光 在这看自己的片呢 他分析怎么做手术 刚才给人家 在美国 要把这个牙扔 要赚到最少20万 看看在这花多钱嘛 他感觉这个牙在俄罗斯 得花2000元嘛 准备上场了 大哥 有点紧张啊 大哥 不整牙又不行 怀孕之前必须得整牙 医生都说了 大哥疼啊 疼得很肋了 我把那个牙扔掉了 我是谁 我把这个牙扔掉了 因为我可以做的 我把这个牙扔掉了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